這裏是餐廳,這裏是飯堂 把食材放在船上 郵輪餐 Erik de West 雖然發現了 Greenland 格陵蘭 但是行船跑馬三分險 其實他派出的船隊 只有一半生還回來 在西班牙1992年復造了維京船 之後斷斷續續有三次機會 他們嘗試在格陵蘭去 New England 應該是北美洲 去到1999年才成功 其他那些全部都胎死腹中 可見那個難度 維京人距今千年 所以適逢期會在2000年 做了這艘船 在夏天的時候 他們嘗試橫渡 這個叫大西洋 最終成功 整個旅程4200里 停了25個海港 這裏又有小朋友說 他在冰島那裏 整個維京船 然後有橫渡上市 古今中外 大部分人覺得維京人 就是中環四海 浩勇斗狠 家人努力的海島 但是呢 在丹麥的哥本哈根 維京博物館 和這裏都有說到 維京人自己 可能覺得自己 純粹是一些農夫 為勢所迫 出去飄洋過海 找些外快 或者找一個適合居住的新大陸 零零四四有棟建築 看出去的房間 這些懸崖看似寸草不生 實際上有很多的海料 而下面撞上一些懸崖道 浪圖 也有些魚魚 這裏製造了 維京人 初初登陸冰島的時候 那個的 機會 同一時間 亦都是一些挑戰 維京人信奉的異教 這些就是他那些神話故事的漫畫版 去到一千年左右 才開始慢慢 來到去同化 改信基督教 在這個 冰島 丹麥亞挪威那些是早一點 大約五十至一百年左右 多人移居了冰島之後 他們就有個議會 這個就是我們去到地殼公園那裏 在那裏開會 長老座在中間 有三十三個 主要是大地主 在那裏開會的時候 周圍的會眾 圍圍著他們 跟香港一樣 因為土地不足 全部的農夫 但是呢 那個耕地 只是佔全個土地 三個巴仙而已 那麼 耕不到田 或者人口再多 養活不到那麼多人的時候 那 你唯有被迫 就四海維家 出來發展 最經典 七九三年 就是 首次記載 維京人掠奪 英國北部的這個鎮仔 現在就當作迫劃這樣 那麼 當年呢 你聽到敲宗 不是叫你去崇拜 而是 為京人襲擊 嘩 你都不 為話不膽戰心經 要說 自從這個八世紀開始 那麼 他們呢 怎樣去到中環社會 去了哪裏呢 那麼 由北歐 遠到去冰島 英國 法國 甚至乎 入到地中海 和呢 經過這個黑海 這樣呢 就去到這個拜尖庭 那麼 過程當中呢 亦都呢 去到這個烏克蘭的基府 維京人就不是滅亡了 你可以說是同化了 又或者透過貿易 化乾哥為肉白 不需要再來到去 攻城略地 打架劫舌 可以和平共處 所以 其實真的很好 哪怕不少人 將貿易 視為這個邪惡 呀 傷人就是奸商呀 鬼詐 騙人呀 賺多些錢 你要仇恨他呀 好嗎 謝謝 謝謝 駿